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此之外我们还关注到 就在罗布泊大耳朵附近 还分布着多座古城遗址 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 距今约两千年的楼兰古城 为何众多古城选址于此 又是怎样神秘消失的呢 他们和罗布泊的大耳朵之间 是否暗藏着什么关联呢 罗布泊 我国四大无人区之一 它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 塔利木盆地东北部 也是塔利木盆地的最低点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遍布着众多名胜古迹 和雄奇的自然景观 为探寻罗布泊大耳朵的成因 以及和神秘古城的关联 考察队从若羌县城出发 前往罗布泊腹地 考察队初步选定了三个考察位置 从大耳朵外围的楼兰古城 到大耳朵边缘的罗中地区 最后抵达大耳朵的中心点耳孔附近 进入罗布泊后 考察队充分感受到这片戈壁的与众不同 行驶在布满沙石的戈壁公路上 每当对象有货车及时而过 阳尘会暂时阻碍驾驶员的视线 使人难以看清路况 路面上遍布着锋利的碎石 给行车带来不小的隐患 在一次汇车后 我们的车辆爆胎 这个车胎我们判断它用不了了 是不是因为它的侧臂损坏了 是的 而且烂了好几个窟窿嘛 你看 这完全补不了了 你看 这一下子刚才就相当于 瞬间轮胎所有的气就没有了 队员兵分两路 在车辆前方和后方 指引往来的货车注意避让 负责修车的队员 找到车辆的重力支点 安装千斤顶 好快 起来了 看刚才什么情况 处长点侧面两个部位 三个 这还有一个 正面还有一个 这 这都是爆胎的原因 在戈壁滩上这样的路况很多吧 很常见吗 非常常见 这算是比较好的路 所以原则这条路不易撤出太快 就是防止爆胎出现交通事故 这时队员注意到 公路两旁的土地 好似人为翻根过 同行的地质专家介绍 这是自然形成的 岩窍地貌 您说这个是岩窍 那它摸上去的土质 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摸上去 咱们手都按不下这么多 这个好硬啊 我们试过拿钢签狼头 才能打开它 陈建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第三地质大队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对罗布坡地区的地质环境 有一定研究 它这个里面是岩窍 主要成分是硫化钠 你可以看 这样它都砸不动 你像这边 我们拿脚做的话 这边可以做掉点 那这样硬质的土地 大概有多深呢 这个岩窍一般是 二三十公分 脖子就十几公分 但也要拱起来 岩窍比较高的 你像咱们再往里面走 有一米半左右 拱起来的岩窍 含砂量含泥土量 跟含岩量不一样 慢慢形成的 为什么岩会涌到地表呢 原来这些都是湖 湖水一退缩 本来它就在吸岩的呢 吸岩然后带来的泥砂 然后在上面就是交接起来 慢慢形成这个 不同类型的岩窍 那咱这样的地质 是罗布坡地区的主要地质吗 对 罗布坡的就是你过去看 就是地表全是这样的岩窍 岩窍高低不同 一望无际的岩窍地寸草不生 让初次来到罗布坡的队员们 真实地感受到生命禁区的寒意 不久后 考察队进入了一望无垠的龙城亚丹地猫群 长年的风沙天气 导致路面积满了松软深厚的细沙 车辆在起伏中艰难行进 专家介绍说 龙城亚丹地猫群 东西宽约三十五千米 南北长约一百千米 数不清的长条状残丘形态各异 有的像动物猛兽 有的似古代城堡 我们注意到龙城亚丹呈现出明显的红绿两种颜色 在周围都是平坦地形的荒漠戈壁 为什么唯独在这里 会形成如此壮观的亚丹地猫群呢 这原来就是个湖岸一样的 慢慢的形成整体的河床被封割了 封割成若干的单个的尸体 就是风吹日晒雨淋 这个黏土层含沙量不易 造成的抗风化能力也不一样 有的地方侵蚀的多点有的少一点 就千奇百怪就这样形成了 原来卢布坡地区曾是一个湖盆 不同的水深会形成不同的沉积环境 在地质变迁中湖水慢慢退去 其中黏土层含沙量不一 后又经锋利地不断剥食 最终形成了独特壮观的龙城亚丹地猫群 龙城亚丹群这片地质遗迹 不仅成为了前往楼兰固城图中的一道天然屏障 也证实了罗布坡曾经是一片面积广大 而水草风貌的内陆大湖 放眼望去 风与水共同的作用力 塑造了这壮美的自然景观 记录着罗布坡的地质变迁 考察队一路前行 让队员惊异的是 即便在无人区贫瘠的荒漠里 也时刻上演着生命竞争的故事 这整个是一个大红柳包 它是一颗红柳长出来的 其一它是耐干旱 你又来耐盐碱 这样它生命力比较旺盛 还可以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 你要挖开这里面全是根系 它是有沙子 你看把它埋好 它就从里面再长出来 破坨而出 所以它这里面 你不停地冲纳盖上 它不停地长出来 所以就形成一个大的红柳包 为了更直观地看到红柳的根系 专家在附近 找到了一颗已经枯死的红柳 但是我们能看出来 它这个根系十分发达 对 正常的话 它这把是根 这把倒下来了 但是你看这些细根 还保存着 除息不一样 它这个根系能扎得特别深吗 对 就靠它来吸收水分 所以它才能不停地自我生长 自我发育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这片突然出现的大面积绿洲 是因为地下有水源补给 而洪柳的根系十分发达 可以深扎在地下积取水分 寿命可达百年以上 这是荒漠植物在严苛的生存环境中 演化出来的本能 也是罗布泊这片死亡禁地中的生命奇迹 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 在考察队前往楼兰的途中 铺遇了一场沙尘暴 漫天黄沙席卷而来 极低的能见度 使队员看不清前方的路况 但如果选择原地等待 就不能在天黑之前赶到影帝 因此 车队只能小心翼翼地探路 车辆在高地起伏的沟壑中颠簸前行 细软的沙子下面 暗藏了土包沙坑等复杂地形 在这样的路上行驶 车辆时长会被困在沙子里 给考察带来很大的麻烦 在经历数次被困和绕路后 考察队终于抵达楼兰故城一址 我们到了保护站之后 怎么发现就有这么大的风 然后起了这么大的沙尘呢 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灰蒙蒙的远处 看不清楚 罗欧坡它就像一个锅一样的 一圈没有遮览 所以吹动的这个风沙 人的眼睛都遮不开 我们要往远处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滚动的这个细沙 漫天遍野 它挡住了我们的这个视线 罗欧坡这个地方 一望无际的都是这个地貌 它又是季然的一些雅丹 一般在3月份到6月份 就进入了风季 风天在100多天以上 像这样的天气 还算是好一点 如果大的时候 可能连门都出不了了 然后过了6月份之后 特别燥热 地表温度也特别高 可能能达到了60度以上 经过专家的指引 队员在风沙中隐隐约约 看到了佛塔的轮廓 由于达不到拍摄的条件 队员只能在营地等待天气的好转 四日一早 考察队前往楼兰故城 由于千百年来强劲的风食作用 故城与周围的亚丹地貌 已融为一体 千沟万赫中 楼兰故城的遗迹渐显露出来 专家介绍 楼兰故城城墙边长约330米 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 基本上城正方形 其中一条谷水道穿城而过 人们以水而居 现存遗址中重要的建筑 包括烽火台 佛塔 巅房 民居 其中 烽火台在整个楼兰故城的外围 起到了瞭望和预警的作用 这个洞口呢 就是当时修建的时候 两边留了这样子的门洞 最主要是方便人的进出 如果有各方面的情况下 它会通过梯子上去之后 白天放烟 晚上放火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烽火台呢 上面发现有大量的碳 然后通过碳十字的测停 当时它就是一个烽火台 然后上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两边的这个面 特别齐 但是上面一些层次不齐的这些呢 可能是后期坍塌的 现在过去之后呢 我们感觉还是要弯着腰 其实啊下面呢 还有这个很深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后期的时候 这些坍塌的把它进行了一个填埋了 进入到楼兰故城内部 最醒目的是城里最高的建筑佛塔 现存佛塔高约十米 顶部为圆柱形 专家介绍 从佛塔和其周围的台地规模大小上看 说明这里曾经往来的人口众多 也反映了楼兰地区的文化繁盛 我们从整体的结构上来看 下方上圆 其实呢这个佛塔呢它是实心的 不是我们想象的是空的 方形的作为环廊 越往上呈现出圆的这样子的结构 那说明四周环墙 或者是这个圆的上面肯定是有画 或者是有文字 或者是某种的这个一些东西在这 当时人们过来进行奉法呀 或者学习呀 肯定都会是围着它去转 队员发现 眼前这座佛塔造型完整 在近两千年的风雨侵蚀中 它为何能屹立不倒呢 我们整体上来看非常有层次感 下面呢是用夯土加着红柳枝和胡杨木枝 再往上呢用黏土夯柱 然后再加红柳枝呀 一些这个粗大的树可能起到这个连接的作用 因此啊就是通过这个密密麻麻的这样子 层次感的这种结构 所以它能保持千年不等 专家介绍 在楼兰遗址区的考古工作中 采集到许多细时期文化标本 这些遗物是楼兰人远古活动的信息 考察队来到了故城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 三间房 实际上这是一处官署遗址 位于城中西南角 仅靠古水道 为什么说它作为是官署区呢 这一片特别高 而且使用的这些木料呀也特别大 更有特色的是 方木下面用笋卯结构弄完之后呢 还垒了有一米多宽的一个墙做了地基 然后地基下面都会铺些红柳枝呀 胡杨枝呀 最主要起到了一个防潮的作用 我们看一下这地上满地的坍塌的这个胡杨木料 全部呢是这个笋卯的结构 一看呢就属于中央的这种文化的特征 队员实地观察发现 三间房中东西两间较狭小 中间一间较为宽大 这样的布局又有什么原因呢 我们每次看到一间房屋呢 它的大小呢肯定是根据当时的这个功能的一些划分 那比较宽的这个呢 肯定是当时在这个地方进行批纹呀办公所用的 这个呢和第一间呢 空间的大小是一样的 那这么小的空间呢 肯定当时就是存放的重要物件的一些 那您看这个墙堤 它是用什么样的技术建造了呢 这整个墙呢我们看了 特别光滑特别实整 这个呢采用了汉朝的仓土建筑 然后再往上呢你看 有土坯的这样的 土坯弃墙的时候呢跟擦都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感觉上面大下面小 其实最早的时候 应该整个墙体是直的 在官署遗址的考古工作中 曾出土大量的墓件和纸文书 从文书上记载的年代看 集中在魏晋时期 有专家认为 这应该是楼兰城址最繁华的时期 一个城的大小呢 一般都从它的驻军上来讲 当时楼兰的这个驻军呢 将近达到2000人 所以呢它是一个大城 2000多年前 就已有文字记载的楼兰故城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类型 成为了古西域城邦的代表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 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咽喉要道 楼兰曾在历史上 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已有的考察发现 罗布泊沿岸 以楼兰为主体的众多古城遗址 皆体现着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活动痕迹 然而楼兰故城的消亡原因 仍旧是个谜题 专家称 大耳朵的形成 与罗布泊湖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以及楼兰故城的历史 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于是 考察队前往大耳朵的边缘 罗中地区 在盐田区 队员们看到 在人工作业的条件下 罗中地区 竟然形成了 如同海一般广阔的盐湖 专家介绍 这是我国目前单矿区面积最大的盐湖 那这么大的盐湖区的水量全都是从罗布泊的地下抽出来的 对 从地下抽出来的 那说明罗布泊的地下还是水源很充分的 对 其实这些水最早都是来自于河流 罗布泊是咱们塔克拉玛干的最低端 水往低处流 所以全汇到这个罗布泊了 然后各种原因生产生活用水比较多了 最后咱们这个水也就是断流了 断流然后这个罗布就彻底干涸了 专家介绍 在死亡之海罗布泊里 人们发现了大地深处 蕴藏着丰富的甲岩资源 这个水域面积目测一下子 可能有个七八十平方公里 这个面积是非常大了 这么大的面积就是为了 利用罗布的自然的条件 日造时间比较长 还有一个风加速这个瘫塞的速度 丰富的硫酸钾 可以制成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钾肥 有效提升了我国的钾肥生产量 队员发现 盐田的岸边有一粗粗 宛如珊瑚般的盐花 这就是石岩 相开始它吸出来都是瓶状的 小盐花 慢慢长出来 就变成这样的小细粒的石岩 因为它力度太小了 所以看起来像个中午时那样的 如果给它在那个湖中间 最大的可以长一米左右 也是可以的 那这样的盐花 它的形成月份是什么时候呢 除了冬天形成的难度比较大 春天夏天秋天都可以形成这个盐花 专家介绍 通过一定的工序提炼 盐田中的石岩也可以变成百姓餐桌上的石岩 来到盐田作业区 专家发现 地表有一处椭圆状的凹陷 专家表示 这里的地表结构 恰好与罗布泊湖盆的结构非常相似 这个就像咱们罗布泊一样的 它是一个原来一个汇损的一个大盆地 水在里面积在中间 蒸发量大于补给量的时候 这水就慢慢退下去 这样形成环状的 你看一圈一圈的 最后在那最后干涸 那这个地方它打开的话 和罗布泊往下的构造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我们看看这地方能不能挖出点水吧 你看这地方稍微有点潮 看这是水出来了 看是吧 看到了 水的颜色下面是不是也一层一层的 泥沙含量不一样 你看现在是不是正在往外一点的渗出来 这个渗透速度很快 对 它因为它连通性非常好 所以渗出的非常快 主要成分全是绿花钠 在对罗布泊的地质构造 有了直观的了解之后 考察队从盐田区 前往大耳朵中心的耳孔位置 在摇杆卫星影像上 它为什么会呈现为黑色呢 你看这个看起来有时候它并不是很结实的下面就有几个支点 你不小心就容易把脚摆住 那为什么在这形成一个黑色的耳朵眼呢 大部分观点还是初步是认为是还是这个湖水的退缩 然后一点干涸最终干涸在这个黑色的地区 这块主要是含甲霉比较高一点 所以在摇杆影像图内外吸收光谱比较多一点 能像黑色 那为什么这是一个耳朵的形状 只有这半边有这个环状 而这半边也没有呢 整体来说这还有一个水的补给问题 因为一直有淡水补给 它就没有形成闭环 最终干涸的时候干涸在这儿 所以在这儿也就是地球之耳嘛 这个湖水的退缩的 专家说 罗布泊地球之耳这一奇特的地理构造 暗含着数千年中的大气水纹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 而无论是水域面积的缩小 还是气候的改变生物种群的减少 都对古楼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自然条件慢慢不适应生产生活之后 加之战争频发等综合因素 这些或许就是楼兰先民选择迁移 楼兰故城消失在历史长河的原因 但楼兰记载的人类文明和文化交融 产生的深远影响 早已成为宝贵的文化遗存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 面对气候环境较大的变化 人类只能通过迁徙来适应 同时人类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也会给环境带来一些改变 在今天的弱枪线 由于环境的保护 水源的涵养 在塔里木河下游形成了一片沙漠绿洲 生态得以恢复 楼兰故城的消失 还有很多细节有待考证 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 其生存方式与气候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也是我们现代人所要面对的 人与自然的可题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明天再见